同学, 为什么路是人走出来的呢? 两边有植物, 这里被人走得多 自然没有植物生, 变了一条路出来 大家温回那一张Cycle, 淡循环 踩, 即trempling 的效果 基本上第一, 直接杀死植物 有幼苗, 踩扁它 另外, 因为里面踩得多 里面的沙土比较密 英文叫PEC 造成一个缺氧效果 缺氧效果, 但是缺氧是很大件事 很多时候靠氧气做呼吸作用 然后, 释出能量 最重要是跟它做Active Transport 很多矿物质, 比如最重要的Nitrase 全部靠那些跟的Active Transport进去 你现在踩到泥土这么密, 哪有氧气可以做 第二, 如果大面积的泥土是密 里面不够氧气 那些Denitrified bacteria 即是那些反消化细菌 就活跃起来 到时, 就会将泥土里面的Nitrase 即是硝酸盐 就化成淡气 就在那儿升回上天 泥土里面没有Nitrase 这些多大件事 Nitrase有N 也都是植物吸进去 可以做蛋白质 做DNA 做ATP 三样东西都做不到的话 那条路就没有植物生 那条路是人走出来的 那条路是人走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